Hello 大家好 我是丽宁佩盈 在这一部《姐之事要这样》过年里面 我饰演的角色叫做蓝莹莹 她是四个位大姐当中的老三 我在剧里面是一位专栏作家 也是一位大龄淑女 没有谈恋爱的经验 就是所谓她们眼中的那种老姑婆 蓝莹莹是一个 因为照顾父亲 然后错失了正常的在外的社交 或者是交男朋友的一些机会 等到她真的是父亲走了之后 她才发现她蛮孤独的一个人 所以她就会常上网去交友 又或者是有时候对恋爱有一点点的幻想 但是又基于现实的原因 她就觉得反正年纪都那么大了 就一个人吧 但是在姐妹当中呢 她是一个恋爱脑 她们就常常误会我说 我爱交男朋友 喜欢认识男生 很担心我被拐卖 在接受这个角色的时候 导演就稍微说了一下 另外三姐妹会是谁 我就听到完美翻了 那我就想说这个客户应该没有问题 她就是大辣辣的 然后就应该可以聊得开 我也认识她 然后她就说她小喵姐 连碰都没有碰过面 开会的时候她也没有赞 然后在我心里面 就有一个更神秘的一个面纱 那天我们在试装的时候 就遇到了达丁 那个时候我也有跟她打招呼 她没有理我 那时候我心里面想说 惨了 她看起来好凶 接下来的那个日子应该蛮难熬的 应该会是真的像那个 那个剧里面真的是不好相处 然后后来就发现 全部都是幌子 幌子 女人有很多面具 没有那一回事 大家都玩得很开 我的荧幕初吻 你跟我讲在这边我都不好意思 导演一开始在跟我讲 这个角色的时候 她讲完整个角色 我说好好演 到最后她就是弱弱的问一句 请问你可以接受 你自己在荧幕里面接吻吗 我的反应说是谁 当时我还不知道男主角是谁 我就马上说好 你看我这个人多缺爱对不对 结果答应了之后我是害怕的 所以在那之前我就上网看了很多影片 看人家那些偶像剧 人家是怎么接吻的 那种要很美学的接吻 就是女生不可以把嘴嘟出去 要不然的话会很难看 然后那天在拍的时候 从中午开始一直拼命刷牙 然后在前一天开始 我就吃得非常的清淡 有葱啊有姜啊有蒜的东西完全不吃 然后那些薄荷喷嘴巴了 就一直狂喷 喷喷喷喷喷 每个角落都喷完了 姐妹们去宅度假 欢迎光临 这个就是我们要住十五天的地方 好像鬼戏里面的鬼物 所以今天你的 counts 自己不承熟 直到钰唷 第三个 chocolates 三彩